所以大餅就晾在旁邊 他就覺得說 我也要這個燕姿的愛我也要 可是重點是很怪 就是他一直在跟我爭仇 你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會嗎 我覺得還好不會啊 是不是 黃子嬌你知道這件事嗎 大餅我跟他合作過 那我們私底下就有說 因為有一次我們偶像大聖戰的時候 那燕姿來第一集的時候來 他就說我好朋友要來 那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在報紙上也沒有看過說 你們有出去玩或是 所以他大概有一點受傷 然後大概之後又碰到什麼事情 又有點 所以要問那個燕姿自己 其實跟大餅雖然我們沒有私底下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特別的朋友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記得有個大場合嘛 然後後來很多麥就這樣拿過來 那是我第一次做訪問喔 然後我就 嚇到 然後大餅說我來幫 他就幫我講很多好話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我就 我就記得了 我就記得說 欸這個人曾經幫過我 嗯 對啊 而且後來忽陸續續就是 我聽說他在一個bar有唱歌 然後想說那我要去支持他 然後我就 我就去那個地方然後聽他唱歌 這樣子 哇好友情有意喔燕姿 對 所以其實有一個節目 那時候是大餅跟阿雅的一個節目 對卡拉辛樂園 對不對 那時候就要找這個圈內的好友去參加 然後正好就是燕姿就說跟製作單位講說我是他的好朋友 當然就是找我去參加 然後我就上去的時候呢 大餅就走了 沒有 大餅就馬上說 蛤 黃燕姿是你的好朋友 那我呢 我呢 我呢 你把大餅演得太三八了 哈哈哈哈 但有點傳神 有點 哈哈哈哈 那 那大餅是 那黃子椒又放在哪裡呢 那個大餅比較需要名分啦 哈哈哈哈 那這樣會演 我們ok啦 但是我知道 其實 今天他們說 燕姿來他的好友啊 要來黃家謙 然後有大餅 那大餅就說 嗯 如果有黃家謙 我一定要來點不一樣 耍心機 不是耍心機就是明的藍 對 哇塞 藍色燒 你以為你真的輸了 我告訴你 你以為你的踢踏舞 就可以勝過一切嗎 我告訴你 我的踢踏舞可以劈腿 我告訴你 等一下 他氣到我就直接劈給他 好等一下我們看看 大餅要帶來什麼節目 哇 哇塞 哇塞 來音樂一下 這邊 太棒了 太棒了 你在am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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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